我叫老木,是一名宇宙工程师 我今天想要干件大事儿 哦,你要回地球咯 当然不是 那是啥 我今天要把粉丝小伙伴画的地狱坦克给还原出来 唉,像我这么充分的,不多见啦 废话不多说,开工 嗯,这个坦克长得还挺时尚啊 但老木没看过这个动画 只能参考图片来制作啦 那要定坦克的比例 用铝带轮子数量来确定最靠谱啦 先排列好九个轮子 复制到另外一边 再用模组连接起来 这样坦克的长宽就基本确定啦 接下来就是制作铝带装甲和坦克的甲板部分 这台坦克整体结构看起来比较方 而且底盘很厚实 得坐高一点 差不多啦 这一造型看着就很硬朗 调整一下坦克底盘 找出坦克头部装甲的造型 还有头部火炮 怎么感觉有点奇怪 再处理一下底盘的细节 完善车头车尾的造型 最后把铝带轮子和底盘 用模组连接起来 下半部分就搞定啦 不过这个造型 让我想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 是不是这个 去去去 别闹 再优化下外形吧 这一次顺便把颜色也给弄上 这样看着就像多啦 接下来开始制作地狱坦克的炮台 这可是最复杂的部分啦 先做炮管 从粉丝的图来看 只有一个大火炮和几个小火炮组成 那我就放四个小火炮好了 差不多就这样的 不过为了更加霸气 我把主炮管再调出一二 这样看着爽多啦 接下来就是整个坦克的灵魂 做出头部的大嘴 看着就很熟悍 再把剩下部分完成 最后用旋转伺服器和活塞 连接坦克甲板和炮台 不过怎么看着好奇怪啊 比例不对 当然奇怪哦 对哦 那重新调整一下坦克的长度和装甲造型 这下看着顺眼多啦 现在开始处理炮台的季节 把眼睛和恶魔脚的造型还原出来 要凶寒一点 之后再处理一些细节 让它更像粉丝小伙伴画的样子 最后再人体染个色 加上引擎 整个地狱坦克就完成啦 怎么样 帅吧 确实帅啊 不过怎么有点重心不稳的样子 因为头太大了 为了还原出小伙伴画的坦克 只能这样啦 还不错还不错 一炮能打出六发炮弹 输出也够高啦 大家觉得老木的还原度怎么样呢 还想看老木做出什么 记得在评论中发出来 最后别忘记 长按点赞支持一波哟 好 早安 昨天啊 你也认为了